各位同学好 我们要来看线性变换的立体 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线性变换的定义 考虑V及W为向量空间 T是由向量空间V对应到向量空间W的一个对应 也就是T由V对应到W 如果对于所有的UV属于 向量空间V量达除以R 而且能满足TU加V等于TU加TV T量达U等于量达TU 则称T为由V到W的线性变换 或者是线性映射 OK这是线性变换的定义 好有了线性变换的定义 我们就来判断底下这个立体 它是否为一个线性变换 考虑对应T由R3对应到一个矩阵 2乘2的矩阵 定义Tabc等于A加B ABB加C 试问T是否为一个线性变换 好我们考虑呢 U等于A1 B1 C1 V等于A2 B2 C2 是属于R3 让达属于实数R TU加V就是等于T AE B1 C1加上A2 B2 C2 好那我们把它带进去它对应的关系式里面 所以就会有这样的矩阵哦 就是A1加A2加B1加B2 A1加A2 B1加B2 B1加B2 C1加C2 好那我现在呢将这个矩阵把它拆解成两个矩阵的相加 也就是A1加B1 A1 B1 B1加C1 以及A2加B2 A2 B2 B2加C2 好把它拆解成这两个矩阵的相加 这两个矩阵相加 其实也就是我们的TU加上TB OK 好这是关于第一个TU加V等于TU加TB的部分 接下来第二个 帮我们乘上一个让达倍哦 也就是T让达U等于T让达AE B1 C1 好那我把它乘进去 就会有T让达AE让达B1让达C1 好那我把这个带入我们的关系式里面哦 所以有让达AE加上让达B1 让达AE让达B1让达B1 让达B1加上让达C1 好那这时候我们提出让达倍出来 好所以会让达乘上这个矩阵 而这个矩阵呢就是我们的U所对应过去的矩阵哦 所以等于让达TU好有了这两个结果我们就可以知道T它是一个线性变换了OK